歡迎收看來一起聽故事 我是佳佳老師 這是我們今天的小朋友 跟大家說哈囉 哈囉 嗨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本 很好笑但又很詭異的故事 這本書叫做 咕嘲咕嘲 咕嘲咕 咕嘲咕是什麼 你覺得他們是什麼 鴨 鴨子是不是 所以我們來看看喔 我們來看咕嘲咕嘲 你們猜猜看 這一個是誰 鴨子 鴨子的媽媽 這個呢 鴨子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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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鱷魚寶寶 它是鱷魚嗎 可是為什麼它要跟在 鴨子寶寶跟鴨子媽媽後面 我們來看看 這一隻到底是鴨子還是鱷魚喔 咕嘲咕嘲 有一顆蛋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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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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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了 第一颗蛋孵出来的是有一只 有蓝色点点的小鸭 叫做蜡笔 第二只是一只有条纹的小鸭 叫做斑马 第三只是一只黄色的小鸭 叫做月光 第四颗孵出的是一只 全身蓝绿色的小怪鸭 嘴里还一直不停的发出 咕嘻咕嘻咕嘻咕的叫声 所以它就叫做 咕嘻咕嘻 鸭妈妈教小鸭们滑水 跳水还有鸭子走路 可是咕嘻咕嘻总是学得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最快学好 然后它也比其他的小鸭子 看起来还要更大 更壮 你看到吗 比其他的小鸭子还要大只哦 可是不管这几只小鸭子长得怎么样 鸭妈妈一样都很爱它们哦 你看睡觉也一起睡啊 然后虽然它长得不一样 可是它们还是玩得很开心 有一天 虎里冒出了三只长得很像 咕嘻咕嘻咕嘻的动物 三只鳄鱼 咧嘴笑着 哈哈 笑得全世界的人 都知道它有一嘴大尖牙 超多超多的尖尖牙齿 三只鳄鱼张开大嘴说 你看这里有一只笨鳄鱼 它在学美味可口的鸭子走路 咕嘻咕嘻大叫 我不是鳄鱼 我是鸭子 三只鳄鱼大笑说 你看你自己 没有羽毛 没有扁扁的嘴巴 和肥肥的大脚 你只有蓝绿蓝绿色的皮肤 尖尖的爪子 锐利的牙齿 跟一身坏鳄鱼的味道 就跟我们一模一样啊 嗯 真的一模一样吗 第一只坏鳄鱼说 蓝绿色的身体 可以让你躲在水里 慢慢接近肥嫩的鸭群 不被发现 第二只鳄鱼说 尖尖的大爪子 可以让你紧紧抓住肥鸭 不让它逃跑 第三只坏鳄鱼接着说 锐利的牙齿 可以让你撕破 鲜嫩多汁的肥鸭 嗯 味道美味极了 三只鳄鱼 三只鳄鱼尖笑说 我们知道 你和一群 美味可口的肥鸭 住在一起 明天 你就把它们 带到桥上玩 跳水 然后呢 我们就在桥下张开嘴巴 等它们 跳下来 我在桥下等着哦 咕咕咕咕就问啦 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话 因为我们都是鳄鱼 你们 你应该帮助我们啊 我们一起把那些肥美的鸭子 嗯 吃掉 说完 三只鳄鱼 就消失在草丛里 爬走了 难过的咕咕咕咕咕 独自来到湖边 我不是鸭子 而是一只坏鳄鱼 咕咕咕咕对着湖面 做了一个 很凶的表情 这时候 狐狸不现了一个 很好笑的模样 咕咕咕咕咕咕笑了起来 哈哈 我不是鳄鱼 但我也不是鸭子 我是鳄鱼 鸭 嗯 三只鳄鱼 那么可恶 还想吃掉我的家人 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给这三只鳄鱼 一点教训 咕咕咕咕 坐在石头上 想着 想着 他终于想到了 一个好办法 明天 我知道怎么对付 那三只坏鳄鱼了 想完 他就放心地回家了 那天晚上 三只坏鳄鱼 一边磨着 他的大尖牙 一边想着 美味的肥鸭 准备明天好好 大吃一顿 第二天 咕咕咕咕咕 依照三只鳄鱼的指示 带着鸭群来到了桥上 有没有 他不只带他的兄弟姐妹哦 他还带了很多朋友一起来到桥上 他们要准备来玩 噗通 跳水 三只坏鳄鱼在桥下 啊 张开嘴巴 等着 等着飞鸭 噗通 跳下来 啊 没想到 跳下来的并不是鸭子 而是三块 又硬 又大的石头 三只坏鳄鱼张开大嘴巴 啊 啊 用泪一摇 卡拉卡拉卡拉 啊 他的牙齿 全部都碎掉了 三只坏鳄鱼 痛得把腿就跑 咻 一流烟 全都跑得不见踪影了 他逃跑了吗 他逃跑走了 咕咕咕咕 救了所有的鸭子 大家高兴地举起咕咕咕咕 围绕着湖边跳舞 咕咕咕咕咕成了鸭子心目中的大英雄 耶 万岁 咕咕咕咕咕咕咕救了我们 从此以后 咕咕咕咕咕跟鸭妈妈 蜡鼻 斑马 月光 继续生活在一起 一天 一天 更勇敢 更强壮 成了一只快乐的 鱼鱼 鸭 好来哦 请问 它是鳄鱼还是鸭子 鳄鱼 它是鳄鱼吗 对 那它为什么没有想要吃鸭子 因为它跟它伙伴玩得很开心 哦 因为它跟它的伙伴玩得很开心 所以它没有吃 然后舍不得 把那个坏鳄鱼 把它的兄弟姐妹吃掉 这样它就没伙伴可玩了 啊 如果坏鳄鱼 把它的鸭兄弟姐妹 全部吃光光 它就没有伙伴可以玩了是不是 对 那我来问问你们哦 请问鸭妈妈孵出了哪些动物 鸭子跟鳄鱼 鸭子还有鳄鱼 很好 但鳄鱼是谁的啊 是鳄鱼妈妈的 它从哪里来的 它从山下滚下来 哦 因为可能鸭妈妈没把它放好 然后有猎人 然后那个草被猎人这样 然后它飞过去 然后等在山谷 然后转下 哦 鳄鱼妈妈没有固好它的蛋 然后猎人就把它弄到山谷下面是不是 你看它就开始滚滚滚滚滚到了 鸭子妈妈的窝里面对吗 所以鳄鱼是自己 鳄鱼蛋是自己滚来的哦 那请问鸭妈妈对咕咕咕咕咕怎么样 很好 很好 你怎么知道很好 因为它们 等一下 我们听姐姐说 它是怎么对咕咕咕咕咕的 它有发现 咕咕咕咕咕的蛋跟别人不一样了 有 有对不对 那它就不理那一颗 咕咕咕咕咕的蛋 还是它继续帮它孵蛋 继续帮它孵蛋 继续帮它孵蛋 而且它还怎么照顾它 它还很用心的照顾它 很用心的对不对 像丑小鸭一样 像丑小鸭一样 嗯 好啦 那我问你哦 三只坏鳄鱼 要咕咕咕咕 帮它们什么忙 老实我知道 是要把他们的兄弟姐妹 叫来胡天王 那个跳水游戏 然后把那个嘴张开 吃掉它们的伙伴 哦 它们要把 请咕咕咕咕咕 带鸭宝包 来到桥上 玩跳水的游戏 等它们一跳下 下来 就可以把肥美的鸭子 按 吃掉了对吗 好来哦 老实说你要用英文 我要来 因为这本名字 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英文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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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蜡笔斑马 或者是月光 哪里三只小鸭子 你喜不喜欢咕咕咕咕咕当你的弟弟 喜欢 你喜欢吗 喜欢 为什么 为什么你想要咕咕咕咕咕当你的弟弟 因为我 因为我想要照顾他 你想要照顾咕咕咕咕咕 想要照顾弟弟 对吗 很棒很棒 换你 还有 因为我喜欢弟弟 你喜欢弟弟或妹妹 你想要 你也是跟姐姐一样想照顾他们 对不对 来 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 你是咕咕咕咕咕 当你发现自己原来是一只大鳄鱼 而不是鸭子 你会怎么犯 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觉得很难 你没有看着我很抱歉 因为我很失望我自己不是鸭子 我多么努力的想要说我自己是鸭子 但是那些坏鳄鱼说我不是鸭子 像乔小鸭一样 你会很失望是不是 因为你多么希望自己是一只鸭子 但是那些坏鳄鱼竟然说你不是鸭子 你的心愚 如果你发现你真的不是鸭子 就像那三只坏鳄鱼说的一样 我吃一只坏鳄鱼 你的心情是什么 很伤心 很伤心 你觉得很伤心的原因是 你竟然是吃鸭子的鳄鱼吗 是不是 那我问你们 当你发现你是一只鳄鱼 当你发现你是一只鳄鱼 你的身边 你的好朋友 全部都是你的食物 你会怎么办 我会把他吃掉 我会 你会把他吃掉 不是 我会很忍耐把他 不要把他们吃掉 你会很忍耐 不要把他们吃掉 你呢? 保护他们 为什么你会保护他们 不要让他们吃掉 然后让他们成为我的好朋友 哦 因为他们已经是你的好朋友 你的兄弟姐妹了 对吗? 所以不管我是什么 我都应该要保护他们 不吃他们 对吗? 对 因为他们也把我当成好朋友 当成弟弟在照顾 他们没有 因为我长得不一样 然后就欺负我 对吗? 所以如果是你 你也会 对吗? 很好 那我们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现在是我们的 亲子小秘密 这本书 今天会谈到两个的概念 第一个是 那一只鳄鱼鸭 对自己的自我认知这一件事情 是他从头到尾 从头到他知道是鳄鱼 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这之前 他都觉得自己是一只鸭子 他都知道 他都觉得我就是鸭子啊 我也跟我的鸭子哥哥姐姐 玩得很开心 鸭子妈妈也一直在照顾我啊 所以我是鸭子 但是有一天 竟然出现了三只坏鳄鱼 而且他们告诉我 我就是那一只鳄鱼 我跟他们一样是鳄鱼 而且我也发现 我跟那三只鳄鱼这样的 一模一样 我真的是鳄鱼耶 这个时候小朋友在 他对自己的认同上面 他可能会产生疑虑 或者是他可能会不知道 怎么面对这一件事情 所以当小朋友就是在 自我认知这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不管自己长的什么样子 或者是不管自己是什么样子 然后跟别人一不一样 你自己有没有认同自己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鳄鱼鸭这一个故事 这一个剧情 很可以让小朋友知道 就算我跟他们不一样 但只要我觉得我自己很好 我只要觉得我自己是 其实我跟别人也没有不一样啊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就是好朋友嘛 我们可以互相照顾 所以其实现在可能班级上 都会有那种 比较特殊的小朋友 那不能否认这种小朋友 真的在班级上是会比较吃亏 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比较被忽略 或者是可能在 在比较比较角落的地方 他们是会被欺负的这种状况 可是如果小朋友他们 这不一定是那种特殊生喔 是一些可能行为 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 那如果他对自己是有认同的 他不觉得自己是弱势的 或者是他也觉得自己很棒 他对自己的认同 都是正向的状况 不管他的环境 或者是他的背景 是多么的 对于他而言 是多么的不利 或者是不友善 其实只要他认同他自己 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很棒的 给予自己很多正向的一些自我认知 这样很可以帮助他 因为他在可能对于自己的家庭 背景比较弱势的时候 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他也不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或者是我自己跟别人差很多 所以让小朋友有自我认知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爱与包容这件事情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 丑小鸭的故事 我也有听过 你有听过是不是很好 丑小鸭的故事就是 就是跟他很像嘛 然后他要去找他自己真正的妈妈 但是丑小鸭的故事 在一开始也许他在原生家庭里面 是不被喜欢 就是不能那不叫原生家庭 就是在他的鸭子家庭这里面 他可能是不被喜欢 甚至是被欺负的 那最后他就去找了他自己的妈妈 那在生活当中一定很多是像丑小鸭这样 他是不被喜欢的 可是不管是丑小鸭的故事 还是估计估计这本故事 我们会发现亚妈妈非常非常的伟大 因为但是他选择不出来的嘛 那他选择了用爱跟包容 来疼这一只丑小鸭天鹅 或者是来疼这一只鳄鱼 他并没有因为他们长得不一样 或者是说他们不是我的小孩 他就不去爱他 这个鸭妈妈 这两只丑小鸭跟这个顾鸡顾鸡的妈妈 他们还是不管是不是我的 他们就是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爱他 所以这本故事书啊 就是可以让可以跟小朋友探讨 但是我跟你说丑小鸭鸭的兄弟姐妹 跟那个顾鸡顾鸡的姐妹不一样 因为丑小鸭的姐妹会欺负他 但是顾鸡顾鸡的姐妹不会欺负他 那你喜欢丑小鸭的姐妹还是顾鸡顾鸡的姐妹 顾鸡顾鸡 你喜欢顾鸡顾鸡的姐妹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看哦 在这本故事书 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re过嘛 小朋友都是现场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那他就很可以去连结这两个故事 被欺负 就是丑小鸭是被欺负的 顾鸡顾鸡是被爱的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他们就可以去思考或者是去探索 爱跟包容这一件事情 那透过这本故事书 就是可以很可以跟小朋友分享 这两个 就是一个是自我认知的概念 然后第二个就是爱跟包容 我们要让小朋友知道 不管别人长得怎么样 或者是不管自己是什么样子 我只要认同我自己 我只要愿意包容别人 我愿意爱别人 我也愿意爱自己 其实这些问题就会像鳄鱼鸭一样 我不是鳄鱼 我也不是鸭子 但我是鳄鱼鸭 他对自己有一定的认知 而且对自己有一定的认同 然后他也用爱来去爱他的家人 即使这些跟他都是没有关系的家人 但他还是一样爱他们 就像这一群鸭子爱鳄鱼一样 我知道你会吃我 但是我们包容你 就像你爱我们一样 你不会吃我们的这种概念 去爱你是一样的 那这本故事 可以跟小朋友分享这两个概念 我们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